大家好,我是桑普,今天继续和大家桑普论证,早晨 礼拜日,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香港的新闻 就不是那些疫情的东西,是关于成大学生会的事件 众所周知,成大学生会其实在礼拜一 就是要今天,就是21号,就要迁出会址 并且要举行告别礼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就给大家一些背景的资料 因为成大的学生会早已经在几日之前 我记得是2月15号的时候 学校就以学生会在限期之前 未能够按照协议交出十多年的审计报告 就要做完十多年的audit report 根本上这件事是荒谬,里面有多少个人资料 多少事证可以给他拿来做一些更深入的挖掘和调查 所有的事都是指向就是说 要你做一些mission impossible 也都是不可能违反道德,披露别人的personal information 于是乎成大就在2月8日表示将会在7日之内收回会址 成大学生会就在2月14日在限期之前迁出并即举行告别礼 当时全体学生会的成员站在民主女神像之前支持并高唱学生会的会歌 成立学生会的会长刘俊杰表示 刘俊杰表示时代已经不再容许任何学生会的存在 这个真是悲哀的一个说法 但它是一个真实的说法 学生会在2月14日举行临别仪式 由学生会会长和2名副会长3人担任干事会代表 他们由学生会会计出发 步行去到cut price门前以毛不写下16个大字 思想自由,学术自主,川步不让,抗争到底 然后再步行去到成大民主场和民主女神像为终点 大家知道进去成大民主场就看到民主场的女神像 但是今天这个民主场已经被拆掉 之前还贴了很多东西 逐个sticker保安人员收起来 做全证,全留证据,就说这些不行 连那些民主场的那块板都迟走了 做黑色的框框 换言之,这个没有民主 也就是说没有了这面墙 就算有一幅墙是后面的后壁 基本上都是一幅墙 就好像香港变成了在墙内一样 我们不可能再有民主场,不可能再有这个地方 就算六四的时候天安门的事件之前 北京大陆都有三角地 专门被人贴大字报 就算文革 毛泽东贴出 我这一张大字报 是不是 就是这些情况也会有 你比如说之前 北大有工作组的时候 很多的 就是 造反派 就是聂元智那些 聂元智那些 贴大字报出来 都有个地方给你贴大字报 但是今天 邓甲当然我商量病毒很残酷 但是今时今日 香港 有没有这样的给你的环境 可以给你贴一些个人的意见 没有 没有 然被你发声的机会都没有 不需要等待 你去发声 去说这个东西煽动点不过国家政权 连给你发声音的机会都不给你 即是他要将香港完全中国化 习近平化 习猪头化 食黑米化 奴才化 禽兽化 禽兽不如化 人人都是徐州铁链女 白鞋母亲 写16个大字 接着我告诉你 他怎么抽情这些字 他说 思想自由 学术自主 寸步不让 抗争到底 接着他们就步行到成大民主祥和女神祥 民主女神祥做终点 学生会支持后播放学生会的歌曲 会歌 场面充满不捨 学生会外务副会长何卓朗 唱会时低头吞声作音 其余两名成员 搭肩磅表示鼓励 那这个是 好悲哀的时刻 成大学生会会长当日在2月14日的时候 刘俊杰支持 在自己未正式上任之前 校方已经 接连要求学生会 收回以前一些代表民主象征的东西 他表示 新一届学生会 上任只是15日之后 学校就随即发信要求 收回所有学生会的场地 他又提及早前港大、中大、领大、教大、相计被校方 不再承认各自的学生会的时候 此时代已经不再容许 任何大学的学生会存在 这就是一个 相当 沉痛的一种 宣示 刘俊杰又表示 城市大学作为一个最后一间仍然放置民主女神像的大专院校 大家知道 中大、港大、教大、领南大学首当其冲 这个民主女神像在城大都压留了一段时间 最后被清招 他说感谢一众同学 着紧学生会的事务 他说我们 希望大家记得城大学生会 对大家带来的意义 告别礼之后 有同学大喊 多谢学生会 加油 SU SU 中大学生会 对学生会表示感谢 这个是相当悲哀的事 临别仪式开始前 城大设置管理署 派员到会址 以违反防疫问题为由 要求拍摄 在场学生的学生证以作记录 这帮人 是人渣都不如 在他专政齿轮里面的 搅浴机上的 钉 那些这样的 酒狗 这帮酒狗 但是香港有历史博物馆的时候 痴肉馆的时候 依然都要去做记录 你城大设置管理署是什么 我打一份工 希特拉那些 平庸之恶的容官 都是打一份工 在开枪打人的 打一份工 警察三万 都打一份工 三万 打一份工 钉死你 很简单 打一份工 读下岳南的书 平庸之恶 Banality of Evil 明白 真正的恶 不是那些 青面尿牙 拿刀拿槍 甚至没有那些算计 机关算计 枯尽 玩权谋那些 而平庸的人 自己三万警察 和你死蓝丝 全部落地獄 全部落地獄 学生会成员 呼吁同学们 不要作出登记 因为 当时 承大设施管理署 派员去到 要求拍摄 在罪学生 要做记录 学生会说 不要做记录 职员和学生会代表 短暂谈判之后要离去 当时是2月14号 当时的情况是如此 好了 去到昨天 20号 6日之后 那你当时已经迁出了 是不是 接着就说 消息就引述就是昨天 承大学方已经就事件报警 就是当时迁出会址 告别离整个仪式 他觉得 捉住这件事 捉住了痛脚 于是昨天 学校去报警 去拉学生 这什么学校 这是监狱 欲出 警方 向独媒 承确刑 国安署已经接手处理并展开调查 警方表示 接报有人 在香港城市大学校园内聚集 期间写上煽动港独自居 涉嫌干犯香港国安法 我就不知道他说了什么 我只知道 学校教育学生 不是去报警去拉学生 就算中大的时候 段崇智 一班 穿着 大猪 穿着 Full Gear 的人 在他后面 段崇智 都不会 他贸贸贸言就说警察 你进来 立刻拉学生 他都不会 他虽然是软弱 但是他都做了些事 他跟警方去谈判 对吧 但是他没有说引警察拉学生 没有 但是现在 城市大学校方 现在 港版国安法之后 有此无恐 觉得就要 全面管治权 全面执法 撲杀所有的年轻人 他当这些学生是什么 顾客都不如 客仔都不如 交学费的 客仔都不如 学生都不如 是当那些 囚犯的看待 每个人进来读书那些 是给钱给这一间监狱 接着接受囚犯般的待遇 随时可以把你拉到 混水饭房 这个就是今天的成诞 几天普遍 香港那么多大学的情况 有人在香港城市大学里面聚集 期间写上煽动港独字句 就说涉嫌光泛港马国安法 有传媒引述消息说 学生会因为涉嫌在校内 罪众鼓吹抗争 并违反抗疫条例 就是以亦谋霸 什么叫罪众鼓吹抗争 他写的16个大字就是 抗争到底 要这么说 抗争都不对 你抗和争都是不对 今天叫服从 做奴才才是唯一的正解 你看到现在香港是什么世界 是一个比第三世界更加不如 学生会因为涉嫌在校内聚众鼓吹抗争 并违反抗疫条例 校方已经报警处理 警方回复独媒的查询时表示 对于有人在大学校园里面 违反港马国安法 和防疫条例规定 警方高度重视 警部署国家安全署 以接手处理 并展开调查 即是说送给国安署 去调查 警务警署的国安署 城市头回复这个独立媒体的查询时表示 日前有学生 涉嫌违反抗疫令 在校内聚集 保安人员当时已经多次作出劝告 不少学生社交媒体平台 均高调转发有关消息 被问到校方是不是就事件报警 承大表示 演发出来的国安问题 此料不及 引起各界主义 不必大学举报 我就问你是不是你报警 yes or no 你这帮承大的校方 你在做什么 什么叫 引起各界主义 不必大学举报 那你有没有报警先 不必你举报 你是不是做些不必要的事 yes or no 什么 承大表示 事件引起广泛关注和媒体报道 大学亦都接获不少投诉 演发出来的社 法律问题 已经是执法部门的事 即是你没有承认过你没有举报才行的 那你不举报谁被举报才行的 你今天 根本就是学校去举报这帮人 然后就全部 给你耍这些太极 这个社会去到这样的地步 你不要以为 我们这些支持民主自由的人 一个一个被拉了 一个一个被 搞到 其他地方收入的时候 你们这帮蓝丝好过 你们不会好过 你这帮蓝丝互相 读灰 斗红的 然后被人拉的时候 送你一句 演发出来的法律问题 已经是执法部门的事 传媒讲给你 完全用 强权 压垮所有的自由 2月8号 承大校方 就是 刚刚讲过的 7日要收回回子 14日的时候有签出 然后有告别礼 写上无不写的字 思想自由 学术自主 全部不让 抗争到底 他说这个叫港独 他说 抗争到底 全部不让 就是港独 说法的话 人都是港独 所以就说 今天 你不讲港独 他都冤你港独 你不讲台独两个字 他都冤你台独 既然是这样 证明就是 他很害怕台独 很害怕港独 很害怕藏独 很害怕疆独 然后很多大中华交 就说不行 我们政府大陆为 内地 我就告诉你自己的荒谬 我说你煽动地步国家政权 香港不是位于中国内地 是不是 香港不是中国内地 香港又位于中国一部分 那些大中华交说的 中国 不是中共 中国一部分是属于香港 所以香港位于中国外地 香港不是位于中国内地 而香港是属于中国一部分 于是香港只有一个政界 香港位于中国外地 香港受视中国外地 就很简单 中国外 顿豪地 是不是这样 中国顿豪外地 都可以 你敢不敢说 没有逻辑 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天天的内地内地内地 哪个国内地的滚出本事专业 不要再让我看到你 中国就是中国 中国就是这个共产党的中共国 这个中共国必须要被 uploaded 寸步不让 抗争到底 要说 那你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限你两个钟头来拉我 拉我 什么 很简单一件事 你们这群死男尸 天修理 修硬皮 不用天修理 光复香港的 一年修硬尼皮 寸步不让 抗争到底 你不要以为我们 不发威就对我们病猫 可以很斯文地对你 也可以狠毒地对你 顺量遇嫁 灵巧遇尘 一定要当头跑渴这些人 绝对无办法去遥书 这帮人 害死 害惨 几多香港人 几多年轻人 他背着这么多血责 寸步不让 抗争到底 那你屈他港独 人人都是港独 人人都是台独 人人都是 藏独僵独 蒙独 只有禽兽 才要统一 那些整日说 香港就是中国 内地已经不是中国 内地内地内地 什么内地 香港就是说要中国外地 有什么第二个正解 没有正解的 你跟我变 你变不过我 就要发猛诊 你收屁啦 吃屎啦 就不简单 很简单一件事 你不要说我发烂炸 你自己想一想 经常说内地那帮人 是不是忽 有个字很奇怪 经常说大陆 最近墨田出版社 在台湾出版书 将所有中国变成 变成大陆变成中国 很好笑 高伦布发延伸大陆 变成高伦布发延伸中国 很好笑 这个是荒谬的 它根本上完全没有专业最准 但是 我告诉你 尤其是我很反对来说大陆的 虽然我有时候 问口口都会说这两个字 但我都跟着是中国 为什么 什么是大陆 我是位于小陆 你在大陆 我是小陆 陆小峰我听过 我是位于小陆 我没听过 海里 海里 陆地生存 台湾是小陆 大陆是大陆 他大 我小 你用这样的方式处理问题 你的脑筋是不断地洗脑 就不断 中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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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国人中国人 中华大大大大 就算美 大就算美 一不断地催你眉 洗你脑 洗我们前辈 我上一辈那些 洗了他们的脑 我这一代 觉醒 后生一代完全觉醒 就产生了很大的一种落差 你说上一代 爱的是中国 是中国文化 是河山 是司徒华 讲那些东西 收屁了 你背论语都没有 我懂得背 庄子 你背给 不懂 爱什么河山 爱什么文化 收屁了 你说 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什么 你很简单 你说那么多东西 五千年文化 五千年前是多少年前 公元前二千八百年 公元前二千八百年 那时候是什么朝代 你马上说什么 公元前二千八百年是什么朝代 Nobody 神话 五千年 继续吹 吹 吹 继续吹 有多少东西是吹出来的 这个所谓的 中华 是 是二千年 不是五千年 你讲了那么久 是吧 所以我就说 你继续讲 我就告诉你 正是我们抛开了这些中国文化 接受了海洋文明 接受了我们的法治社会 我们才生根 带着 大律师 律师 职位的人 他们学习的不是中华文化 他们法庭判案是讲证据 是讲海洋文明 契约精神 法治精神 这些是 中国文化 没有的 有的 有的 是哪个地方 我不知道 我们要诚实 我问你 就算你去到 那些山卡拉 辛巴布 新经论都要讲诚实 那你有什么特点 特点就是 军军 神神 父父子子 天地君亲私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 特权 这个就是 基本上的 逻辑 这个才是稳定 帮周例 吾重周 不患寡 而患不坤 就是共产 是不是 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 就是愚民 那你跟他拼 你可以继续拼的 我给你个例子给你看 中华文化 你说什么中华文化 哎呀 什么 子非如安 非如之乐 那些什么 什么 逍遥游 那么我问你了 你这么 绑头绑路 那么多之后 你可不可以开出自由 民主法治 宪政的果实 虞英时 答你没有了 你还在那里拼 你怎么拼 谋中三唐军毅 徐福官 做了多少努力 全部都是 希望说 哎呀 我们现在西方的文明 法治思想 在中华文化上找到根 新瑜伽 最后 完全被 博到 你看余英时的书 很清楚 就算你稍稍 我读过中学哲学很多年 没有 你找到的 跟我说 OK 就算你清代哲学 都没有这些东西 即是可以碰到皮毛 都没有碰到核心 所以说 今时今的年轻人 即是寸步不让 抗争到底 被这帮 大中华 统一 中国大的人 全部压跨了一切 今天不是以 防疫 去压倒一切 今天是以防疫 用防疫的名义 去压倒我们一切的 自由与人权 已经玩完了 还要将它玩完了 即是说寸步不让 抗争到底 就说你港独 交给国安署处理 接着还在 告别礼后 派发变条纸 被同学写下感染 贴上民主场 学生会 代表最后高呼口号 莫须之罪 致死不屈 既无容所 背诚而名 莫须之罪 致死不屈 既无容所 背诚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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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它背负了 整个城市 的mission 他的命运 他的真名 作为结论 是吧 再说一次 思想自由 学术自主 寸步不让 抗争到底 莫须之罪 至死不屈 既无容所 背诚而名 临别仪式开始之前 成大设施 管理署派员 都会置 违反防疫问题 或理由 这个拍摄 在场学生的学生性 做记录 当然 学生会叫大家 不要做了 谈判之后 没了一件事 这件事 就很简单 但是 激发到我很多的想象 就是觉得这帮年轻人 他们的 思想的 深度 密度 精明 是远胜过 可以这样说 我们上一个人 我在台湾 和很多的 年轻人 讨论过有些 关于这个问题 甚至讨论在 我们做过 Post Mortem 抗争 那么久了 我们可不可以再 想一想 究竟 当中有没有什么 我们需要 去处理的 去思考的 发觉到 是很值得 去思考的 他们给我的感觉 非常 机灵 非常有智慧 有些东西 都使得 非常 非常 震撼 我记得有一句 我和 有一个人说 我年纪 比你大 我跑得没有你那么快 即是 你们跑的时候 真的会这样 如果我 好像年轻很轻的时候 你们都 和你们跑得那么快的话 我都和你一样 是不是 其实 一句 一句就 他也不会 骂我 他也不会 他就说 其实这件事 和体能无关 和体能无关 是和勇气有关 哇 说得挺好 很多我们看下那些老一辈的人 我不说名 有时 都是 那些情况 就是说 哎呀 我都是 就是 不跑得快 今天 你 你充得快 那你充 我跑得那么快 我不跑 我做和理非 其实这件事 是和体能无关 是和勇气有关 是吗 年轻 都要跑得慢的人 你看周冠威导演 你看看我昨天的片段都知道 他自己都要跑啊 他跑得很慢的 自小这方面不行的 他们要跑 跑为什么 因为勇气的表现 齐上齐落和那些人 因为他要担着个基组 他都一起跑 跑得慢都没办法 他跑得快的时候 又跑得慢的时候 但是你跑的本身 行动的本身 不是talk the talk 而是walk the walk的时候 是勇气的问题 是自信的问题 是理想的问题 是坚持的问题 是行动的问题 而不是体能的问题 不同的手足之间 都有不同的体能 难道我体能比你差点 于是我就不去做吗 那说法 十个救火的少年 全部都走光了 一无 就是这么简单 希望大家 为成大的学生 祈祷 亦都希望 成大学生会 虽然没有了 但可不可以 有另一些方式 使得这些学生之间的联系 继续会出现呢 我就不打开口牌了 自己去处理 我相信 曼山不许一溪喷 堂堂溪水出前寸 将这个 大的压力煲 压到一个时间 使得我们每个人 有冤无路数 现在有疫情的关系 是吧 但逼到某个临界点 一定会如火山般跑法 好像你2014年 我们与神文龙失败 16年 鱼弹革命 爆发之后又失败 压力累积那种情况 是累积到2019年 总体大爆发 而爆发那一刻 是勇和不分 即是我们 看不到那些和平理性非暴的那些 再去谴责勇武的行动 说他什么时机 什么差 开始的时候都有 但开始到721之后 完全这件事 不会再出现这些争议 为什么 因为大家认清楚这个直極权 政府的真相 这个败女極权政府 暴虐无道的真相 认真三万fanks 这班人 全部都要落地獄的真相 所以很简单 光復香港 时代革命 必须要唱到漫天驾响 勇敢 自信 做真真正正 有公义的香港人 无论大家在哪个地方 都要奉行这个精神 我们一定 会赢得最后的胜利